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月初三是柴王爷六十大寿 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 朕要你担任祝寿钦差之职 寿礼和礼丹 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 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 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郑王 柴王爷长子柴裕 包卿总该知道吧 皇上是说 日后成袭第三代郑王的 备位享王爷 不错 那柴裕深受柴王爷疼爱 可惜患有心痛之病 重医束手 朕派出的私药女官 随你同去荆州 若能治好柴裕的病 岂不是最贵重的受礼吗 放眼朝中 文武百官 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 相交甚笃 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 顺道勘察政武军务 访问民隐民情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好极了 就以王承效所奏 包卿既是驻寿钦差 更是青州寻寿 臣遵旨 柴王爷是世袭第二代郑王 形势低调内敛 作风毫不张扬 王爷与本府 还是势均力敌的其友 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功 许久未去探望了 大人奉旨钦差 前往青州 也可以说是公司两变了 此番青州之行 兼顾考察地方 展护卫李当前往 王朝马汉张龙召虎 属下在 传令升堂 是 传几股鸣渊之人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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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人 唐下所贵何人 启禀包大人 草民名叫田青 是青州人士 你且说来有何冤情 半年之前 草民被人蒙住双眼 榜上山去强迫采矿 是金矿还被关押囚禁 这东西 里店主要背了 看哪有 年轻也会 行 Dud, 你是 你们是朝廷的官官 草民是 拼他完善 有任何刀 其 rooting 你 这么活 干什么呀 你打着我了 你知道吗 打人了 打人了 打人 打人哪 算也打我了 这东西 公开 这本就没废 打人 打人 打人了 是 快点回去干活 快吃了 走 走 快点 快点回去干活 快来 草民这次冒似逃出来 除了要替自己申冤之外 还要替那些矿工叫躯 现在矿场当中 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 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 你被关押的矿场 究竟隶属于 河府河州管辖 那座矿场 根本就不是官矿 此话怎讲 那是一座 名由官兵监管 实际上 是违法道财 不折不扣的私矿 好 本案 本案 虽有诸多疑点有待离情 本府却可应承于你 倘若你所言属实 本府就接下此案 多谢包大人 多谢包大人 退堂 ivamente 所在的 也lebrat 恢够 聖务 财 也不怕被人给认出来 二位大哥 包大人真的要带我去青州吗 当然是真的了 包大人 真的可以为我洗刷冤屈 能够把那些盗采金矿的人 抓捕归案吗 你放心 我们跟随大人这么多年 还没有他破不了的案 也没有一个罪犯 能够逍遥法外 展护卫 此番前去青州 可以分头查访 入城之后 展护卫在市井之中 要多做探访 也好查明虚实 属下明白 稍后 皇上所派的私要女官 要来府里与本府见面 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 而后路途还长 彼此先熟悉一番 也好有个照应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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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离 谢包大人 这位是展昭展护卫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 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 婉儿姑娘见笑了 在下公孙策 公孙师叔 您真的认不出我了 你是 婉儿和师叔一样是父亲 慕容婉儿 真的是你呀 怎么 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 是旧事啊 大人 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 师兄英年早逝 学生遍寻婉儿不着 没想到 竟能在此相见 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 那年婉儿方才十岁 所以 一时半会儿 师叔会认不出我 好极了 既然有如此鸳鱼 公孙先生 可要多加照顾 学生自当尽心尽力 照顾顾顾人之后 好 明日一早 随本府启仪城出京 是 送啥 没用 我 把牠与 是 亦 里面 还要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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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也好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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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儿 钟儿 你回家了 我是你娘啊 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 钟儿 对不起 对不起 丁婶 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她 她不是钟哥呀 你骗我 她明明就是我的钟儿 小宝不会骗大婶的 那个 咱们去喝茶 一边喝茶 一边等钟哥回来好不好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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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事 喝茶 客官 喝点什么 龙警官 好 马上来 掌柜的 我跟你说过的 刚才那位客官就是他 这位客官 我姓林 是这儿的掌柜的 有事吗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 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的 好 她是林掌柜的什么人 一个老街坊 自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 失踪了以后啊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 今天那位夫人打扰了客官 我是特地向客官来赔礼道歉的 谢谢客官 他儿子到底怎么失踪的 他儿子叫丁忠 原本是个铁匠 有一次啊 跟客人起了冲突 官府呢 把他抓去以后 他人就失踪了 那官府怎么说 官府说他是越狱潜逃 这一去就没了踪影 包大人 王爷 本王建臣 怎当皇上如此厚礼 请包大人回京之后 转奏皇上 本王叩谢皇上荣恩 是 包人定当回京转奏 包大人 请 王爷请 包大人 这两位是 学生公孙策见过王爷 原来是包大人身边的 文胆智囊啊 慕容婉儿 叩见王爷 免礼 谢王爷 王爷 婉儿 是皇上特意 派他陪包拯前来青州 替小王爷治病的 哦 王爷请放心 婉儿年事虽轻 却对小王爷治病 学有专攻 公孙先生也深暗一礼 可以从旁协助 相信必能令小王爷 尽去成恶 公孙先生和慕容姑娘 难得到王府里来 柴璐 在 陪他们两位到院子里转转 我要和包大人好好谈谈 是 二位请 请不吝点赞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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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又犯病了 那 您还是回房休息吧 二位 我先告辞 小王爷年少之时喜欢骑射 一次意外落马 左腿伤得慎重 所以就 小王爷看得很开 并不以为然 这份胸襟足以弥补所有的遗憾 慕容姑娘的确看见小王爷 忧于常人之处啊 大人 郭北 属下在 你是我青州捕头 包大人来此期间 要特别注意城中治安 不准有任何刑案发生 是 范勇 你身为青州部军指挥 要严格要求所属各营 加强训练 整治军技 本座要让包大人 看到朝中八十万进军之中 军容最为壮盛的队伍 你二人要尽心尽力 绝不可掉以轻心 去吧 是 末将告退 大人 属下碰到一名念子成风的妇人 她的儿子与人口角争执 被官府抓去就一去不回 官府的说法 是她越遇而逃 不知去想 此事绝无可能 大人何以如此肯定呢 头角争执并未处罚 何来拘捕逃逸之说 或许是此人另有案例 或许是官府处置之道 总之其中必有隐情 但护卫不妨再寻线追查 或查出隐藏的弊端 好 属下明天再去趟个究竟 今日已拜望过柴王爷 从明日起 可以开始着手田青所说的矿场冤案了 公孙先生 学生在 田青既然说 矿场有官兵监管 不妨就由青州部军查起 你去周洋 通知张冲 明日就安排本府 前往青州部军各营 是 大人 大人怎么办呢 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奔营 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冷静点 他要看 你就带他去看 慌什么 可是 虎奔营除了留下一个都的兵力之外 其余的全在矿区啊 到时候点阅官兵 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 到时候临时安排 根本就来不及啊 你就不能把虎奔营调回寿光 调回去 要虎奔营尽快离开矿场 急行军赶回寿光 再加上 拔寨安顿 只要三四个时辰 就能够恢复正常 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 就任由他点阅 又有何惧 可是 矿场就没人看了 暂时停工 把矿工全都关起来 是 末将这阵去办 官府可以随便抓人 那还有枉法吗 那些人也不是完全没罪 多多少少都是有点罪的 可是一旦抓进了大牢 就没有人能回来 那官府是怎么说的 反正什么理由都有 总之从此就是失踪 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家人想见都见不到 起来 别看 慢慢起来 我什么都没看 我什么都没看 你最好是保持这个样子 你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要接囚 可 可牢里没有一个囚犯 你要接谁呀 人呢 都 都 都被带走了 牢中的人犯 全都被官兵带走了 大人 田青说许多矿工 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 却被抓到矿场采矿 如今证实 确有其事 属下认为 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 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带人 大人 倘若周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 那张冲就涉嫌重大 只有他 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 马汉 属下在 叫张龙 赵虎 将田青带到厅中来 奔赴有话交代 是 他们都还听话吗 还好 有几个企图逃走 有些葬身山谷 有些属下下令把他们杀了 士兵们可有所表示 属下一再向士兵们说明 这些罪犯都是犯了重罪 被判罚苦役 官兵对格杀勿论毫无质疑 这样就对了 绝对不能放走任何一个 属下明白 天青 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 然而 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 全案必可侦破 大人 青州群山环绕 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 如果从山脉的走势 和岩石的色泽 这两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 不符合的就不细看 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边 大人 看矿师原本就具别这样的专业门领 既然如此 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 张龙赵虎 书属下带 您二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奔营 带领一个小队人马 将那田青混入其中 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 是 草民告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冲召见王爷 用不着行此大礼 起来吧 谢王爷 王爷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本王叫你来 是要提醒你 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 你可有法卧 唯王爷 张冲自认证据尚可 不怕包大人查 那就好 去吧 是 张冲告退 嗯 柴鹿 属下在 明天慕容姑娘就要替小王爷治病了 你通知府里的人要妥善安排 不得有误 属下遵命 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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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黄金全在这儿 一块都没少 放在这里 你确定没有问题 谁有这么大胆子 到王府来搜 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 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 外边看守的侍卫 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 放在这儿万无一失 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 不过 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 当然 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 不但前功尽弃 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 我知道 王府的事情由我来负责 你要集中精神对付包大人 稍有闪失 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会让包大人毫无所觉地离开青州 嗯 嗯 慕容姑娘 小王爷请以婉儿相称 好 婉儿 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施针 就先请小王爷宽缺上衣 宽衣 隔衣施针当然也可以 只是这样就不能确保准确无误了 可是 行医救人 岂能再分男相女相 如今 我是医者 你是病患 小王爷无需忌讳 好 没想到 你竟然如此坦荡 这让我更增加了好几分敬佩 欢医 是 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 小声点 今天突然之间 城里到处都是 牙医和普快四处走动 那些家属 就是因此不敢出面的 你是说官府的人威胁他们 话虽没这么说 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 如果不闭上嘴的话 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林掌柜 麻烦你再试试 我还会再来 周牙方面 对百姓 采取了行动 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周牙对他们 的确做出了危险 既然大人 明天要去查周正 何不就从刑狱查起 不 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 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尽 至于周牙的情形 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 涉案多深吧 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 不打草经哲 不错 大人 明天是否能让属下 陪田青去找 当然可以 不过 不要引人注意 大人放心 明天是否刑独 等一下 你是那位乔夫大哥 半个月之前 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 你还记得吗 原来是你啊 你的伤好了 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好了 不是 别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 报告 什么事啊 我 我要上厕所 快去快去快去 是 谢谢啊 快点回来啊 是是是 快点啊 别出声 你是谁啊 打转了一个困工 我是被抓来的 想不想出去 想 当然想 你是 我是来救你们的 那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 他告诉我 天青 你认识天青 你也认识他 认的 他逃出去 还是我帮的忙呢 我叫小白 那就好 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 但是你得先告诉我 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你依照平日 静坐之法调息 好 你宁静心神 我要开始施针了 小王爷 你休息吧 何必送我 我明天还要来呀 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 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怎么能不送呢 那如果治不好呢 那我还是会送啊 小王爷的脚不方便 又何必勉强 对不起 我以为你不在意 我一生好强 我的病 我的这条腿 比得我不能再倔强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那你就该早一点出现 小王爷 不过你现在出现 我还是很高兴 不是因为这个病 而是因为你 婉儿 我 你施过经针之后 还需要多多休息 回去吧 我会通知柴总管 帮你按时用药的 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谓 有在之地 正如田青所说 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 他和田青关在一起 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 可受到的惩罚 超过一般的标准 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 大概有多少人 一两百人吧 那么官兵呢 那就多了 里里外外加起来 有三百多人 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吗 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 只要拿到腰牌 就能确定 他们究竟是何方兵吗 嗯 很好 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 等茗玉 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 青州禁军之后 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走啊你 不行 郝大叔 我撞到你了 郝大叔 你没事吧 来来来 郝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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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懒 不是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是我 起来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干活 我们干活 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 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 郝大叔 郝大叔 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 不行 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 否则就前功尽弃 郝大叔 您上次在街上 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丰妇人 你说丁中的母亲 对 我叫她丁大婶 你认识她 她就住在我家隔壁 那你在矿城有没有见过丁中 丁中在矿上想逃走 被官兵抓住 杀了 客官 喝什么茶 你 你是天 小声点 官府会抓我 你快去请凌老邻来 好 掌柜的 什么 快去啊 田青 你怎么回来了 凌老邻 说来话长以后再说 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得了视心封闭 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那我去他家找他 几位官爷 几位官爷 臣爷 臣爷 官爷 里面请 请请请 里面请 里面请 请 里面请 等一等 大爷 转过身来 转过身来 你 是你 去 你 还想跑 带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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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公然洗击棺拆 田青 快走 一起拿下 是 不陪你们玩了 一群贩毒 什么 田青回来了 是 我不是将军把他杀了吗 他怎么没死 当初 是因矿钩不够用 可恶 属下之罪 赶快派所有人去搜 如果抓不到他 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 骑兵大人 田青已经进了医馆 大人 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 包大人如果知道 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 郭北 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 去矿场找范勇 把他带到城外山石庙等我 大人打算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 不能让他活着 草民该死 原来只是想替丁中照顾丁大神 可是没想到 今日会被郭北发现 等初 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权的 大人 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 一定会心生警觉 天青 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 但是却的确棘手 这 你先回房去 绝不可再离开医馆 是 大人 官兵的腰牌已拿到 确实是虎奔营 至少可以确定范勇的确牵扯其中 大人 我们是否要赶快到矿场去抓人 不要乱了方寸 郭北发现 田青依然活着 必然会有举动 田青回到驿馆 他们也会发现 本府已知此事 然而 他们却未必知道 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 眼前的当务之急 是立刻将郭北逮捕 大人 大人 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 从矿场逃了出去 你知道吗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 更糟糕的是 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 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 后果是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大人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让他没有任何证据 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 郭北 大人 我 为求自保 你就怪不得我了 你们都是他的心腹 我 我们听大人的 你们能背叛他 你就会背叛我 包大人查出郭北 却未必查出矿场 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 是 你立刻赶回矿场 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 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 但是要好好对待 立刻将虎奔营指挥 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 统统都杀给你 流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 与你我无关 如果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 到时候你听我暗号 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 就立刻杀了你 郭普投还没有回来 是 下官派他出城实在也是不得已 包大人如有任何疑问 可以先询问下官 本府只是对几件刑案有所不解 还是等郭普投回来再说吧 是 大人若无其他交代 下官先行告退 嗯 大人 郭北带人去抓贼 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来 一定是张冲安排他逃离青州 或者是已将他杀之灭考 只能证明 张冲的确与此案的关系密不可分 田青参见包大人 起来吧 谢包大人 有关道财金矿一案 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 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 明日一早 要派所有随行官兵 随本府同往周雅 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 通服矿场 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 倘若张冲企图殷灭证据 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 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天青 草民在 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 是 草民告退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 若要将他拘捕归案 迟早免不了一战 那张冲既是无拘禁实出身 想必武功不错 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大人放心 手下有绝对的把握 大人招婉儿前来 可是有事交代 婉儿 本府来到青州之后 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喜丹 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 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大人 其实婉儿早有察觉 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 不可离开 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 请大人明示 也罢 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做一说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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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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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 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 矿场停工了 是 按将军的指示 矿工全关起来了 好 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 你也全带来了 是 除了他们六人之外 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放箭 不知情 半永 本府等着听你的解释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 虎奔营指挥流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 利用周牙囚犯在此私踩金矿 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 假借开采官矿之名 来此地监工守卫 你身为清州 你身为清州部队指挥 你身为清州部队指挥 你侠下虎奔营 不再受光驻守 反而来到此地监工 你怎会不知 那流通如今官家何处 将他传来 本府要当面询问 流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 纠河同伙公然反抗 意图逃亡 已被末将以军阀当场割杀 如此说来 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了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他是谁 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 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 还有那些灌在土牢里的矿工 也都可以指认你 末将根本就不可能 到矿场人群之中 两地相隔这么远 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他们看错 我可没有看错 你是什么人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 也见过你两次 你和那个流通就站在一起 范勇 你还有什么话说 范勇 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 下官救人心切 竟然 包大人 下官一时情急失守 请包大人降罪 一枪致命 武邦爷 你的武功不错 请包大人明见 本府奉旨 前来青州勘察军务 而登敌命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站带指挥之职 是属下 留下一都兵力 看守矿场 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 此地若由外人善入 直接禀报奔赴 不得同报任何人 是 军阀无情 若有违令 定斩不饶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 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 都已经不在人世 这件事情 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正因为如此 本府才暂且放了他 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大人 是要伺机而动 不错 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 张冲肯定就是主 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子 还是要继续追查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 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矿场开采三年 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 如今又何在 大人 何不直接到周牙去搜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 把黄金藏在周牙 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 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田青说 三年前 他爹是奉命勘查矿外 换言之 必然是先有所依据的 才会派人勘查 对 周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嗯 再者 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 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 本府判断 他不可能疑人主导全案 可查的方向甚多 还在慢慢研溢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眼前危机战时解除 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馆吧 是 骑兵小王爷 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 知道了 去吧 是 婉儿告辞了 婉儿姑娘 让我送你吧 不必了 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 万一受了风寒 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 是 郁某展昭 他来清州了 不错 而且隐藏在暗处 如果对包大人动手 吃亏的反而是我们 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 连你都应付不了他 他那南辖展昭的称号 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 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 他 进军和周牙都出了问题 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 如今 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成处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请问 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 是谁呀 是张冲张大人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不 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哦 什么 张冲去了王府 是婉儿亲眼所见 大人 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不可能 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 本府对他知之甚甚 他绝不会纵容非凡 更不会涉弱 不过 既然张冲去了王府 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好 能不能够红便宜 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等一下 拿去吧 这是我送你的 不 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要是别的东西 我是不会送你的 可这样东西 你非受不可 来 你先打开看看 就知道原因了 这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 现在我送金针给你 是天经地义的 难道 你还有什么理由 可以拒绝我吗 如果你这样说 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这是什么 这是柴家的印记 在前朝 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 不过现在 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我等会 是个人 我看你 像战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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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人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守在王府外 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 立刻派人前来通知 是 大人 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 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 他若有事 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 这乃是人情之常啊 可是听婉儿说 张冲每次去王爷府 并不是去见柴王爷 而是跟柴鹿见面的机会比较多 在柴鹿跟此事有关 的确有此可能 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 以婉儿推断 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 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 婉儿说过 只是奉旨来青州 而不会久居不去 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 不可能 为什么 人各有志 小王爷 你又怎么知道 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 大人 您终于回来了 田青来了 他带来了一件东西 是重要的证据啊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 包大人 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 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 这是田青的父亲 认知周牙时的勘旷成文 文中所说的 矿场的地点 正是道采的矿场 批示的是暂缓研绎 签字的正是张冲 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大人 这是矿场的地形图 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 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 才能保存到现在 难道说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 正是 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 这么说来 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 要田青他爹 暗图看矿 以求确认 此事必须觅而不宣 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 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 不得张扬 是 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 有了这些 他已无从抵赖 马尔 柯尔 大人请稍后 尔去去就来 荣严 马尔去去 谈 婉尔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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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fence 这是怎么回事 图案花纹 竟然完全相读 宛儿 那个玉盒 是哪儿来的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珍盒 这上面的图案 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羊皮图 来自柴王爷府 应该不会错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 虽然密切 可是那么重要的金控图 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 黄金 就藏在王府之中 大夫 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 就可以试第二次针了 每天只要两次就行 小王爷 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 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 婉儿告退 展护卫 对义旗可有兴趣 回王爷 展昭是个习武之人 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 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那是本王失礼了 竟留下展护卫在此关机 王府之中 庭园之美远胜一般 展护卫 何不四下看看 展昭对庭园景色 的确颇有兴趣 只不过王府之中 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不不 展护卫是王府西客 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 既然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来人 在 你们去两个人 陪展大人四处逛逛 要去什么地方 任凭展大人之意 是 多谢王爷 展昭失陪了 宝大人 来 我们接着下 是 宝大人 我们接着下 是 展大人不能进 为什么不能进 王爷说过 王府之内随我行走 站住 住手 不得无礼 柴总管 长护卫多有得罪 柴总管 王爷还说 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 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 这边是王府的库房 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所以加强警戒 不许外人靠近 原来如此 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多谢展大人体谅 不送不送 三年的功夫 这二十万两黄金 真的得来不易 五十万两黄金的军飞 就可以组成一支 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 小王爷 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 绝无改变 柴鹿四代共职宫中府中 柴鹿的子孙 必定永远效忠 小王爷 小王爷 谁 谁 你 小王爷 如今证实 黄金藏在王府之内 如何才能查证 黄金是从矿场 盗采而来的呢 没一定黄金 在融柱完成之后 一定会打上印记 以证明 该黄金的出处 而这块金砖 却平整光滑 就是最好的证明 赢 不 而这块金是从矿场里面之下 将军 等于他们的 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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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冲 还不束手就擒 包大人 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盗财金矿杀人面口 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 无凭无据 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 三年前 青州勘矿师田野 奉你之命前去勘查矿脉 肯定的确为金矿之后 你却驳回探勘结果 非但为上报朝廷 反而利用范勇国北盗财金矿 并将田野杀害灭口 谎称失足落山 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 你还有什么话说 没想到 当年变巡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 不过 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 恐怕也未必办得到 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 好 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 是否名不虚传 是否名不虚传 不虚传 这是不虚传 不虚传 是否为殖 是否负责 愿意 不虚传 闻你不虚传 不虚传 是否 在公文之领 使得我们去死 отв兜 十三 不虚伍 禅 由処 是死 没想到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 你还是乖乖的气枪伏法吧 不 就算死 我要找个人陪 大人小心 将军难免战前亡 我死得其所 大人 张冲伏法了 王朝马汉 在 派人收拾善后 是 公孙先生代其政务 我们立刻前往王府 包大人 你身穿官服带着人马 到王府来不知所为何故 包阵有可靠证据 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 犯下了盗财黄金一案 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拆入 盗财三年 不乏所得的黄金 就藏匿在王府之中 比较来不知 将赃物轻点列策查封 带回驿馆先行保管 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 依法搅库 是 张龙赵虎 属下在 柴鹿罪证确认 让他押入大牢严加开馆 听候审讯 是 多谢王爷配合 本王调教无方 难辞其咎 不过 那柴鹿与张冲勾结合谋 包大人是如何查获 包政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 什么物证 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 这图上的印记 可是王爷家族所以 这幅藏宝图 在柴家已有百年之久了 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 赶请王爷赐负 那是自然 王爷 如今此案人赃俱获 今日整理清茶 明日包政便要升堂审断了 那是你十四岁那年 因为你摔断了腿 你的祖父 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赞于你的 难道此事 你成王了 父王 此事别人也许不知 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 授图的是我的亲子 我怎会不知 当包大人出示此图 我一看图上的印记 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父王 藏宝图在柴家百年是柴家所有 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 甚至现在的赵总天下也是柴家所有 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 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 周考 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 父王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包大人 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 柴鹿他不会说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他是不会背叛我的 除非 父王你要大义灭亲 把我供出来 交给包大人 父王 还没有那么狠心 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 交出去送死 我做不到 如果是这样 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 张龙赵虎带着士兵 亲自在大牢看守柴鹿 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 更要确保安全 王朝满汉 已派人在外面守着 放置黄金之处 就挨着我的房间 有任何动静 我会马上知道 好 大人 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 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鹿 而不惜送命 我知道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鹿 而是另外一个人 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他要保护的是柴鹿 是我亲眼看到 他们三个从户房里面走出来 柴鹿才是主谋 柴鹿 柴鹿已然被你抓走 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王爷 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 我只想再好好看你一眼 王爷 王爷 你现在一定很恨我 不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那样做 王爷 王爷 王朝马瀚 在 先行退下 是 如今 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有悔意 禅云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你道才金矿已然犯罪 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 却更有为上天好生之德 人命关天 怎可说毫无悔意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敢问包大人 前朝的皇帝 又何曾上体天心 而珍惜生命呢 朝代更替 毕生战火 死有死伤 却情非得已 你却为了贪图不乏之财 而害人性命 两者之间 又岂可同日而鱼 财富应有尽有 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 开采金矿 乃筹备军费 振兴大洲 柴玉 你是谋反贪国 这国本来就是大洲之国 天下乃柴家天下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 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 倘若历朝历代 这一自家天下自聚 则秦汉随唐 是否既要其后人夺回天下 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职 先圣先写 无不推崇 移民为本 改朝换代 皆是因大势所趋 当今圣上 仁德敦厚秦政爱民 你去妄图夹兼复国之名 戕害生灵 差语 你不但大错特错 而且咸江柴家 借于不忠不义 万劫不复之地 又怎敢在奔赴面前 萧萧争辩大言不惨 如今 你可还有话说 包大人 言术精辟 言之有理 柴玉情愿浮发 既然如此 来人哪 大人 传令升堂 是 带来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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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路 你勾结张冲 盗才金矿 因而造成 多少无辜之人丧命 多少平民百姓遭殃 如今罪证确凿 你还不扶手认罪 包大人 私采金矿杀人灭口 都是我和张冲所为 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 请包大人明察 那才宇 愿意亲口公认 是他主谋 你休想为他脱罪 包大人 倘下听判 差路 你道财金矿 仓逆丧物 合谋杀人罪不可遮 本夫奉旨戴天寻寿 以大宋律令 判您扎刀之刑 来人哪 在 狗头的刺客 是 差遇 包大人 你虽无爵位 又无功名 但毕竟是王室之后 本夫免你行跪拜之礼 你不得 多谢包大人 堂下听判 差遇 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 本为备位王爷 就该上提黄恩 安分守己 你却教售 服务中总管财路 勾结张冲 大物财金矿 因而导致黎明百姓 家破人亡 依罚论罪 其罪当诸 本夫人 本夫以戴天熏兽之权 以大宋律令 叛逆 大刀之刑 来人哪 在 龙头上刺客 是 大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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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带征 巨头上刺客 啊 王爷 玉儿曾经说过 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 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 王爷 他说得不错 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 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座 包阵惭愧 应该惭愧的是本王 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 包阵万万不敢 包大人 什么时候离开青州返回京城呢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事已到青州 带包着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 继合青州 好好好 若是什么时候途经青州 一定要来王府 本王还要和包大人 在歧义上好好地切磋几局啊 包阵遵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